阻止阴谋 Meta 就是他团队叫Meta 对吧 Meta Meta这个团队 Meta 就给他 用碎片魔法打断了 打断之后 干嘛了呢 就是说他给他碎片化 碎片化 碎片化通胀 也就是碎片化代币 70% 浮放到世界上 每一个拥有 NOD 对吧 NOD的人 都能够拯救 不会归联的狗 因为狗狗被封印在石头里 对吧 我们大家去拯救他 反而是这么一个故事 然后为了让他更快得到永生 那么呢 Meta团队将20%的碎片NOD 赠给了 Android AC 然后10%赠予了 汇跑法师 P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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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碎片化的一个大V 就是给大家看一看 以便他们 能够帮助 不归领狗 Dog 得到回复 那么这个是 比较重要的 就这个B 你拿来能干啥 它表面上 哪能干啥 总督影 就狗活了 狗没死 活了之后 它会怎样呢 它会把 发起重铸 重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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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讲了 就是在 Renalty 屏幕台上面 重铸 不操 刚才23 这谁提的价 怎么会这么快提了本 又提了4 原来 它发行的时候 是3个BNB 这都是以BNB 计价 现在43个BNB 就说有人会用43个BNB 来买这个图 这还挺好玩 比较这个是什么 百岁 什么协议费 把买7.0 这个不是很重要 就不讲了 那么大家呢 可以用这个B 给它出价 给它抬高 这个地板价 但是怎么抬高 这个地板价 这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事 它会 Renalty这个产品 会根据你的权重 就刚才我讲过了 比如说 比如说它发了 这个1亿 对吧 1亿代币 1亿没代币 这1亿没代币呢 如果你只有10%的话 那么 它当时 比如说现在是43 你认为它只是430 对吧 那么你可以出到 任何你想出的一个数字 对吧 在这 在这 在这出价 比如说 430 太高了 43 45 行吗 我们试试 可以出 可以出 但我BnB不太够了 达出一个 45 如果你的币多的话 你对它的影响 你对达到45 就会更接近 如果你的币少的话 你也会达到 你达到45的 比例就会小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明白 你看成功了 成功了 24 你看 45.71了 现在就会提升了 就提升了 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你的币越多 你对权重影响的就越大 如果你有它百分之百的币 那你出来多少就多少 如果你只有很少 它只有0.1% 百分之一的话 那么你想提高它 这个地板价 就会比较困难 但是也能提 也能提 提的比例就少 就这么个事 那么呢 就说大家怎么玩这个东西 这个最后 它肯定是有人会 地板价给它收回来 对 你最后一个地板价 它肯定会收走 收走之后 会干嘛呢 你将它质押到池子里面 你将它质押进去 质押进去 你会得到这个 得到这个什么 你会得到这个RFT 说话了 就是你有这个RFT的话 因为它这个B在涨 对吧 它这个OD在涨 你看看它这个币价 在涨 在涨多少 5000多 5000% 涨了5000% 这么一个东西 那么你最后 因为这个B在涨 你要将这个 在这个RFT中 质押这个RFT 会怎么样呢 会获得它这个B 会获得它这个B 这在涨 你看我已经有了 我已经收益是300多个 这个ROD了 但是呢 它质押的有一个 它不是说你随时到提取 你提取可能没这么多 如果你在短时间提取 你可能会没有这个300多的一个收益 但是怎么回事呢 是这样 它有个比例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比例 质押 质押的时间 时间比 再看这个 它会得慢 在这儿 我记得好像有一个 嗯 在这儿 你看 给大家结个屏 我发到Gateway的这个频道 大家可以大家看一下 就是怎么领这个奖 就是你质押进去 如果你是0 0天到10天 你的质押天数的话 那么你会得到0 You will get nothing 对吧 你啥都得不到 如果你 质押10天到15天 你会得到20%的收益 如果你质押15到20天 你会得到30%的收益 如果你质押20到25天 你会得到40%的收益 25到30天以内 到30天 你会得到50%的收益 高过30天 你大概是一个月的时间 你的收益就能全拿到 也就是说这玩意 你至少要拿到一个30% 这个质押30天 你才拿到 它就全部收益 反正碎片NFT价格 它在涨 就是说你现在抛了 也行 但是 看有没有人在买 他曾有人在买 抛这么多 0.3个B&B 抛了这么多 还有人用一个B&B的买 这个币有人在玩 你知道吗 我看了一下Function Art里面 客群里面是周人在玩 还有人用1.8个B&B 来买这个币 这都是还是赚钱的 这都还赚钱 你怎么质押呢 首先你得有RELT 对吧 RELT 进去 点质押 点Enable 我已经质押过了 点质押 然后就质押进去你的币 你能赢得 能扼扼 你这个 ROD 不行 一会我也会有一个 整个的一个教堂 会进来 那就是说你质押 最后会怎么样呢 你质押半天 你只是得到 他你这RELT 得了碎片 对吧 我为什么不抛呢 那你们会问 对吧 首先有两点 第一你抛你反正得不了 多少钱 得不了多少钱 赚个反正10几欧 就这样的一个收益 10几欧的一个收益 我不知道 可能对很多人来讲 并不是很多 没有什么意义 你还不就质押进去 质押个地板价 提升个地板价 对吧 提升地板价之后 你就给他 我等待他买断 等待这个人买断 最后他以地板价买断之后 会怎么样 你就会获得 十几倍的一个收益 存衡 因为他原来是3 对吧 三到四十米 这多少 15倍的一个算法 是这样 大概这么一个玩法 所以大家拿到币之后 先来提高地板价 等你都有bnd 你比如说你输100 你不是说你花了100个bnd 这就是你认为 这个价值多少 confirm 你都可以去点 你都可以点确认 这也没多少 这该是多少 这是 这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 几乎可以忽略 几美分 几美分 人民币有几毛钱 这样 去提 去提升地板价 这个就是这么一个玩法 提升完了之后 你再买点RINT 然后进来质押 到这 到这个沙子铺 碎片 因为它这是一个碎片 就在沙子铺里面来质押 在RINT 你就可以得到这个 这个不归零狗的这个token 你可以赚到 加持的一个玩法 它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东西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是会是一个以后RINT的一个方向 原因 有一点最重要的 就是说它会形成一个双轨的价格 那RINT最终一定会走向一个证券化 这个伪证券化 这种模式不是证券化 是增加这个RINT流动性 啊 证券化有点贬义了啊 第二呢 就是说 让更多人参与 因为很多玩这个token的朋友 他不知道RINT怎么玩 所以会有这样一个 一个好处 那么呢 它很容易形成一个双轨价格 那什么叫双轨价格 就是说你最后呢 你并价涨跌 对吧 并价涨了跌了 跟你RINT无关 RINT 对吧 地板价涨涨 涨有人满 币价涨跌跟这个无关 NRINT涨跌跟币价无关 既无关又有关 那你会想 那为什么既无关又有关呢 它本质 就是说它根源上 不是说它涨 它的币价涨 但是你如果你要给它出价 你就得 你给它出价 你得影响它的价格 对吧 你影响它的价格 你得有它的币 你得有碎片 你得有NOD 也就走线是这个的东西 也就是你得有这么个东西 才能给它出价 给它出价了 出价高 人家买断了 你才能获得分红 所以这是既有关系 又没有关系的一个时候 所以玩这个同质化token Cyberia token 回来玩 玩这个token 不懂的 就只会炒token的朋友 这样的伙伴们有很多 只会炒这个东西的 他不懂IFT的价值 他就玩token 懂IFT价值的人可能不懂炒币的价值 他就可以来加价 给RT来加价格 也是很好的一个方式方法 大概就是这样 大概就是这样 大家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来询问 大家有什么问题 我这边有个问题 如果说我这边给他提1万 这个BNB 那没人买 这不是 不会的 不会的 首先你提不了1万 因为 因为20%在AC那 10%在这个PAS那 PAS是个大V 我一看PAS的这个 这个 这个档啊 PAS的这个 它是个大V 你知道他玩的是什么吗 他就是玩的这个 这个是他的 这个就是他玩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啊 这个东西 知道这个吗 就一个狗 拍了9000万 是只 9000万美金市值 你上一下这个方式 能不能看一眼 奥版之识 所以 有百分之很多的人 对这个价格有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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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说呢 定价权 咱们的小散户里面 几万个币 你提不到1万 你要真能提到1万 那 那你可能 不考你得有百分之 你至少得有百分之个 多少 你至少得有百分之 90以上的一个价格 95以上的价格 才提到 他现在多少一台方 个时百千 4000都会一台方 市值到个时百千万 四万百分千万 1000多万美金 1000多万美金 这是1000多万美金 4000多万 1000 对 不到7000万人民币的市值 这跌了很多了 毕竟跌了很多 所以你可以出到1万 你得买币 你得要市场买 你得买这个 但是你看买盘这么多 你得花多少钱 你上买 要买也可以有钱 你买个十几欧的 就 这就玩玩就算了 折押押押押押 赢点 对吧 营运分红就好 不知道有没有解答你的问题 他这1亿个币是怎么发现的 就就这么发了呀 就发合约上来 不是发合约上去 关键是 你说有百万美金 你看他是这样 他现在这呢 create一个 就你们也可以这么玩 在这create一个 创造一个ft 创造一个ft呢 然后碎片化 今天我就不创造了 我这太麻烦 反正这会有碎片化按钮 你创造好的 会有碎片化按钮 你点 你配置好你的 比例份额 你发行多少代币 你的版税是多少 你的平台使用费是多少 这个版税 royalty是啥意思 就是昨天给大家打 1万 ROD的时候 会有人收到9700 为什么 因为他有3%的版税 就是你每进行一行转账 你转账份额的3% 会打到这个地址 然后会打到这个地址 就防止过分的这个对标 哎就防止过分的这个 恶意的这个市场按钮购买 所以相对而 像这只能说相对而言 相对而言 这个会认这个价格提升 就几十 你看现在随切了 对 正面有人在出价 就对了 刚才开始思路 好像对吧 这个ROD的总量不是1亿吗 对不对 对啊 这1亿他怎么分配的 哦他这有写 你去看一看 嗯 啊我看20%你说ac那边 这个应该是70%放到池子里了 然后呢 还有一部分 对70%池子 还有一部分打给ac了 10打给这个pass 但他说没找到pass 他说他 还有一部分给ac了 对 他这个打给pass 他没打到 他没给pass最后 因为pass这个地址找不到 你知道吗 他就没打 但是这一部分 他不会就是说 也他不会释放到别的地方 他会永远留给这个pass 那么他 他跟我说会打到黑洞里面 他这个应该也是一种公平启动 就fair浪 就是没有无 这么无欲挖的 啊他就是放池子里面对吧 bmb和这个nb放里面 群主你是池子里面买的吗 在市里面买的呀 我买了一点 我买了0.1个bmb 是low b不也是吗 放了low b是放了一个以太坊 我靠 最后呢 涨了一百多倍 low b 我英币都是这样的 对 磨音币都是这样子的 对 没有词子预发 我池子里面放了 大家玩去吧 就是说什么叫磨音币 大家可能接触过 但你不知道什么是磨音币 就你 狗狗 狗狗币 它就是最早的磨音币 对 然后是屎币 先是屎币还是狗狗币 我忘了 先是狗狗币 对 先是狗狗币对吧 屎币 出来的就一个口号 就我要打倒 打倒狗狗币 它就这么一个口号 这个东西就叫磨音币 那啥叫磨音币 对 他们第一代磨音币就是屎币 第二代磨音币就是NFD NFD就是拆拆碎了 在Fragment上碎了 然后那个币涨了也是涨了几十倍 然后抹茶直接把一个碎片NFT NFD这给上上去了 然后它这是属于第二代这个磨音币 第二代磨音币就是说它有NFT的这样的一个玩法 对磨音币 就是磨音是啥 磨音就是你可以理解为这个文化中的这个 传播病毒 文化中的传播病毒 就比如马宝国 对对对 比如马宝国 我想说这个 马宝国就是一种磨音 就这样 就大妈都在看 那时候 不操 马宝国的微博 好像是几个亿的 2.6亿个阅读量 你知道这个 它要收版 它是最应该去维权的 我跟你这么说 那你咱不管它是真的假的 就是说别的很多这个B站上的博主 就因为他 我妈活下来 要不很多人 就去没饭吃了 就因为他赚了钱了 可以严格讲是这么一个一个情况 这个东西呢 一样 这也是旧磨音币 抹茶上了 上了这个是吧 这B叫啥了 我都忘了 NFD 是吧 NFD 对 抹茶上了 你现在现在他这 他这估值是多少 你看看他现在估值 1000万 哈哈 他好像才放了几个以太坊 放里面 4.5个以太坊 当时 博曹 博曹 这么贵的 8块下了 哈哈 哇 你就是假的那个 你那个NFD是 你得看以太网上的那个 我们这BIC 你先点一下那个 对对对 点了点了 忘记了 那个是假的NFD 他们是啥意思 就是说 你把这个NFD碎片之后不就产生碎片化代币 那持有碎片化代币能做什么呢 就是第一个就是你能够为这个NFD的地板价 做投票出价 做投票出价 就刚才那个Research Price 然后呢 就是之前嘛 如果没有碎片化协议的话呢 那你NFD你很难磨印的起来 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他都只有一个嘛 那也只能一个地址持有 那么社区就非常难做 所以你就会看到好多做NFT的 他们就做一万个 对吧 然后做一万个之后呢 通过空投啊 什么冷启动的方式把这都做起来 但是你要回归到一个单幅NFT的摩音的话 那就是做社区的话就比较难 那为什么 因为他只能一个人持有 所以 就是等于是这种单品的NFT 就是通过碎片化的话 他可以就是在比如一天之内 他通过做活动 或者是玩DeFi的各种方式 他就可以把社区做得非常的大 这是一个 就是说你持有碎片化代币的话 这些人就是持有 他可以一起来决定这个NFT的最终的出售价格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 就这个我认为呢 就是说他 他拿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这个一个代币呢 他可以做波段 可以炒作 就实际上有可能 就是你的代币的市值 其实已经远远高过NFT的这个 RESERVE PRICE 但是大家还会去玩去买 就是可以去去炒 那第三个呢 就是 呃 他的这种碎片化代币 他会让非常会玩啊 就是Froxional早期的话 他们是有 有一个 有一个项目 是是把那个彭克 16幅彭克 然后给碎片了 然后碎片之后呢 一个comic 对发了一个彭克comic 是一个彭克漫画 然后彭克漫画也是 长得非常非常的好 也在OpenSea的交易量 非常的高 其实他们的这个 对始作俑者 就是Froxional的这个 这个 就是这个这个碎片化 那实际上呢 目前就是从 这个NFT的玩家来 比较的话 就是说 他分为几类人 一类是 收藏 收藏的话 那这些人可能会选择 艺术性比较强的 比如像帕克的作品 还有一类人呢 他是这个叫投机这种头像 对吧 像露台啊 或者是这个加密朋克啊 就是属于这种投机性 然后因为之前是可以可以长拿嘛 现在就是出来一个 大家看一下地板价可以进去 然后一下地板价一提就卖了 现在投机性可能更强 还有一种呢 就是 他介于投机和收藏中间的 我们就说是那个叫rblock 对吧 就是去玩一些就可加密的 可加密这种算法的这种生成的艺术品 就这种人 他是介于两者之间的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玩币比较凶的 而且呢 很懂NFT 这些人比较有钱 那他们就是玩碎片画 就是可以说呢 就是fractional上玩碎片画 目前就是 我观察下来啊 就是 是这个 是目前是最屌的一批玩家 99%的骨灰级玩家 玩NFT的 就最会玩的 都是在fractional上面玩的 他们有朋克 有无聊猴 有各种各样的 这些人都会在fractional 因为为什么 这朋克太贵嘛 fractional也比较贵 然后呢 就在这个上面去玩 所以这个家伙现在没有发币 投他的有一个机构叫paradigm 这paradigm 你可以往底下翻一下 你看一下 那个fractional投资机构 你看那个paradigm 就这家机构是非常牛逼的 就是大家知道 Pentera他们投Coinbase 你可以看一下他的portfolio 你看一下他的portfolio 看他投资的这个项目 你看 投过什么chainanalysis chainanalysis chainanalysis是美国FBI用来追踪 比如说被盗 黑客被倒闭 或者洗钱 因为他是只对弊端的 这个他们投过 然后coinbase投过 然后dydx投过 compound makerdao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看 detailfractional 然后ftx sum的ftx 对吧 matrixport 无计行的 就是他们投的项目实际上不多 你看以太坊二 以太坊的这个二层 对吧 opt也投过 也就是说他们投的这个项目 是极具先锋性 就目前来讲 就是你如果从 orlf collector上面讲 收藏者 就玩家来讲的话 fractional上面的玩家 是全世界最牛逼的玩家 他们还投有你 对 他们就一直就是 这些玩家 就是只在这个上面 去做项目去玩 然后呢 他们这个fractional 又没发平台币 但是呢 一旦发平台币的话 碎片化的这个项目的话 可能会起来的非常快 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结构 所以呢 就是真正牛逼玩nft的 就是第二阶段的人 都是玩碎片化的 因为碎片化 大家可以制定这个nft地板价 之前nft价格一个人说了算 但现在的话呢 就是有碎片化的话 实际上就是由社区说了算 它有点像这种倒自制的理念 又有流动性的解决 解决的这种方案在 非常高明 就很多人根本玩了 对 还在涨价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就是你们如果想选那种 比较好玩的nft作品 你其实可以在fractional上面 fractional上线的nft作品 一定都是精品 而且 fractional玩不起 也太晚了 对 而且发fractional的这些人 就碎片化的发起者 都是大庄家 非常有钱这些人 所以fractional一旦发币 就是那肯定是 三大所肯定会上 而且现在怎么赚钱 我觉得最简单的办法 你到fractional上 你自己有个nft 你碎片化一下 它只要有你这个记录 对吧 到时候发币的时候 可能你们就有空头 这个应该也会 也会涨挺多的 它这个平台 它这个平台 为什么好多国人不知道呢 因为99.9%都是老外在玩 已经领先 这个已经 就是如果说是 就是说nft现在的玩法 老外领先中国三个月 fractional的玩法 应该要领先六个月的样 大概是这样 他们碎片化的项目 都非常的棒 你看这很少有吐狗像 这上面都能叫上名字 猫对吧 猫 这个我确实不知道 这个 无聊园 对吧 对吧 还有逼迫的 假意吧 不是 这是不利的卖 不 这相当贵 这不是逼迫 OK 我靠 然后 这个对吧 这个 你artblocks 对吧 那对 这个也很早期的一些项目 米beats 这应该没人不知道 米beats 朋克 朋克 无聊猴的狗 无聊猴衍生狗 这也相当贵 现在这 这多少钱 39万 对吧 快40万 火箭 火箭都43万 都是大庄 大庄家玩的 没有屌丝 最少没有屌丝 没有屌丝 对一个时候 其实我们玩过 就是说 他这个操作 你在上面也没跑 你操作 你根本搞不定 就现在你去看 国内的那个写 那个练文的 练文是算是 国内这个 写项目 算是比较深 练文 我看过 他们写 没有一篇文章 写明白 就他们自己写的人 都不明白 这个好像是 对 你只要没提 那个 就是他没有跑完 整个从 Resurprise出价 到整个 Bio 他们一段 这个过程 所以他很难理解 就是你这个 机制是怎么运行的 也很难理解 就是你这个东西 是怎么解决流动性的 这个好像是 狗狗必发 对 这是第二个 这个就是 那个人把池子给撤了 就是这个项目 池子撤了还这么多 对 他这个特别牛逼 四万五百个 他暴涨暴涨之后 然后发起人 把池子给撤 就暴跌 然后又又涨回去了 一亿多美金 对 所以说啥呢 就是说 之前呢 这个 这个 NFT 它有一种叫 测涨 大家可能会 选 测涨的方式 比如说 我们拉一群 聊聊这个NFT的作品 但是这个问题在于什么 你作为群友 你没有币 你也没有他的 你没有参与的 那 对 或者是你放到座位上 也没有参与的 但是你像他们这种玩法 他就通过碎片化 他啪 他拉 瞬间他拉了两三千人的群 一下那个作品的热度就起来 他们这个 这种方式就叫做 这个叫碎片化的策展 所以他们在这个Fractional里面 他写这个碎片化的 这个代币的发起文 就谁拿NFT谁碎片 就叫碎片化发起 他把这个名字 翻译过来叫策展人 所以就是说 他们这种碎片化的玩法 实际上是一种传播 策展的玩法 那么你把碎片化的市值 做高之后 那肯定社区的人 就会来关注你的作品 就相当于通过 同质化代币的一种玩法 把你单品的NFT的知名度 和影响力做起来 这是一种新的玩法 大家手里面有 有好的IoT的话 也可以去玩 刚才是3,000 哎 怎么可以啊 那确实有人在 也有人在卖 当然 好玩 好玩自然增长 嗯 这家伙的自然增长 Meta这个程度 那挺会搞的 大家有啥问题呢 最好就是能空投点代币 然后让大家参与一下那个投票出价 然后最后买断 然后分红 最后买断了之后 还能拿到分红 那这个 它整个流程是这样 就是你把NFT碎片碎片之后 比如我空投给群里面这几个人对吧 那么大家就可以持有碎片给这个NFT出价 那如果是发起人在在这个比如在uniswap里面或者是Bn的pancake里面添加流动性货 那这个碎片化代币又可以炒作 那如果再进一步的话 你比如说你质押碎片化代币可以挖到比如说某个币 或者质押某个币能挖到碎片化代币 那项目方之间有合作 或者是两个碎片化代币 两个作者 他们做这个社区的联合 对吧 做一个互挖 这又是有这个新的玩法在里面 那就是说它的碎片化代币的应用还是比较好的 那下一个就是 那如果Racer Price就是出价期间有一个买家 对吧 他决定 看到你比如说你这个是50个BnB 他决定买走 对吧 你之前是起价是一个BnB 现在50个BnB 他决定买走 买走之后 他手里面现在保证有这么多BnB 对吧 买完之后 然后进入到拍卖环节 那倒计时拍卖假设是三天 那没有人出价高于50个BnB的话 那这个作品就成功的被这个买家拍走 如果有高于50个BnB 那这个买家还得再去提高价格出价 也就是说如果拍卖结束之后 那么持有碎片化代币的这些人的话 你根据你各自持有的比例 就占总量的比例 你进到这个固定兑换池 就可以兑换出来这个NFT的这个拍卖 拍卖的这个钱 比如说50个BnB 对吧 那你持有10%的代币 那你就可以从这个固定兑换池里拿到5个BnB 也就是说之前是一个BnB 之后是50个BnB 所以你看 持有碎片化代币 它有几个 就持有者有几个权利 第一个就是你碎片化代币你可以参加这个对于NFT定价的这个定价权 就是它的reserve price 那第二个呢就是说你持有碎片化代币可以在二级市场上正常的进行买卖或者添加流动性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你持有碎片化代币如果它有DeFi的场景 那么你可以进行质押去挖其他的币 对吧 或者甚至是去通过这个币进行借贷 也是可以的 那么最后一个呢 就是说如果这副NFT单品被开卖买掉之后 那么就是持有碎片化代币的这些人可以按照各自持有比例 得到这个NFT最终买断的这个分红 你好 我问一下就是你这个买断之后 你分红完之后 你手里的币最后怎么处理呢 手里的币进入到分红持的币就被销毁了 那是不是有可能啊 就是你的币的总量的这个价值是大于你这个NFT的价值 对是是很有可能 那有可能我后来买买你这个币买得晚的话 有可能我的分红是少于我的币价了 对吧 有可能你分红是少于你就是你在二级市场赚的钱 对有任何 这个很好玩 这个就是他这个方股怎么讲呢 你的币价的值钱啊 就是他他有很多个因素 你单纯你去看啊 就是说如果是一个空气币 对吧 那他没有NFT这样的一个价值打底 他他如果是出现持续的下跌 他又归零了 但是你说这种碎片化代币 他有个特点 就是说如果你这个NFT能卖掉 对吧 你NFT卖掉 你你这个碎片化代币 你总能兑换出来价值 这个其实挺有意思 就他有双重价值 有一个NFT的价值 又有他碎片化代币在二级市场上的投机价值 他又有就是说所谓的DeFi的这种组合性的乐高 对吧 这种生态所给他带来的价值 所以你就你就你就说单纯把碎片化代币 关联到NFT的这个价值上面 我觉得只是一框 他可能会特别的多 比如说你说这个彭克CALLMAKE 彭克漫画 这家伙就他通过碎片了一个彭克 他新做了一个项目 对吧 那你去怎么定义 你说新做的这个项目跟彭克之间 他碎片化 这个16个彭克之间的价值 你怎么去匹配 他匹配不了 但是他这个又属于就是说 把NFT碎片化进行IP二次创作的一个过程 对这个东西非常好 你就包括到之后 比如说我们在C位上 做的虚拟的土地 对吧 那C位上面这个土地 它这个价格 它是它是什么行列 其实最简单的就是 你去看它的visitors 你看它的这个 就是它的流量 就跟上海 上海那个 你去买这个商铺 或者去做生意 你就看每天这个 早晚高峰 哪个地方堵得最厉害 你就去哪个 大概是这样 就是说C位上 已经是一样 就是它的visitors 最多的地方 它的地方越贵 那么有这么多visitors的地 然后他们买过来 他们做什么 就他们怎么赚钱 就是第一个 他会把这个 他会把这个建筑 做得非常漂亮 然后去挂一些项目方 或者自己的 这个一些广告 然后他就这样 去收费赚钱 第二个 他比如说 有些项目方找到他 我想在你这 做个广告牌 做个什么什么场景 展示一下 然后他会 他等于是 这个是第三方的 他们就会找一些专门 会搭建C位的这些人 我这块地 在你这块去搭 那么到后面的话 也就是说 它如何跟碎片化 关联起来 其实C位的地 在fraction上 是可以进行碎片化的 那么到时候 大家等于是把这个地 给它证券化了 对吧 那这个地的盈利 那是实际上 是可以通过合约 关联到碎片化代币的 你可以持有 你只要持有碎片化代币 你就相当于持有 这个地的一份股票 这个地赚的收益 你只要持有 你就能拿到分红 这之后的元宇宙的话 就是通过碎片化的玩法 它应该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 很好的东西 其实你就是 所有的生态 你到后面去看 这个证券化 它一定是一个 就是一定是一个 一个趋势的 就是包括你的这个 包括你的nft 现在怎么去玩 到后面证券化 一定是这样去玩 所以c位的地 它它也有各种 碎片化的 那种玩法 这个思路大概是明白 比如说 就是现在这个 nod不是 现在0.0029吗 你这个一个亿的 这个市值的话 应该是在 28万美元左右 对吧 28万美元 然后你那个 那个nft的价格 比如说是100个 这个bmb 那算下来的话 也就是3万多美元了 对吧 对 这还是有点悬殊的 就是现在我买这个nod 如果说是以目前的 这个100个bmb 其实是是 是不划算的 是不划算的 对 但是你得看 它后面做的场景 对对对 我明白 包括你这个质押 等等 你可以 他这个 比如说 你持有nod 对吧 然后nod 又是mata 这个团队做的 那之后他做了一批 这个 你因为他现在社区 越来越 人数越来越多 对吧 他其实他的代币价值 源于他的社区共识 那社区人数越多 当然你代币的价值就越高 然后他做了一套nft 在一空头 他这个整个的一下子 就是 就是他的整个的估值 又会起来 就是你只要 你只要持币 就玩法就打开了 他比你单纯 只有nft的玩法要多 所以这个就 你可以这么理解 他的市值 是来源于两层 就一层是他的所谓的 这个叫最上层是泡沫 中层呢 是他做的defi的生态 和他项目的核心的场景玩法 底层是什么 底层就是这个nft本身的市场价 给你打击 这个你能理解吗 就是我最差最差 我的吗 最差的就是gpd 对 最差的吗 我买一张图片 对吧 那狗币他没这图片 对吧 那狗币你归零了就归零了 这个第二代摩音币 归零了 起码还能换成图片 对吧 大家图片能分点红 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他这个东西 只有老外 才能想出来 这样一个美妙的 这样的一个流动性的方法 而且他比较简单粗暴 有很多人理解碎片化 可能就是 你不就把nft碎片 放到市场上炒 所以不是这样 给你深层次 你就看到 他的玩法就不太好 所以他这些新的经理模型 真的挺好玩的 嗯 是 怕 怕冲头 回来回来气氛 怎么样 我觉得你们这个 讲的特别好 我大概明白了 然后我有个问题 如果说 我现在买了这个 这个这个碎片化 这个代币以后 我是不是还要买 那个 RNFT这个币 这个两个币一起去质雅 对 应该是这样子 就是 这个平台 它跟Factional的区别 在于什么地方 就是 首先 Factional上面 它的这个碎片化代币 发行就发行了 跟它本身平台 没有关系 你懂什么意思吧 就是这个碎片化的 业务场景 跟它本身的 平台币 没有关系 对 也就是说 这个它的平台 最大的问题 就是之后怎么盈利的问题 那么现在 它的盈利模式 就是说 它在合约里面 你只要用它碎片化功能 可能抽取一点 费用 那抽取的是以太坊 那么RNFT不一样的地方 是这样 就是RNFT 它在里面 它设置了一个板税 这个板税是什么意思呢 不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玩过 这个 就是这个燃烧的 燃烧型代币 燃烧型代币是这样 就是 你比如说 这我的交易 100个代币 那么如果是 它的模型是3% 那么也就是说 你实际上 你卖 比如说卖100个代币 你只能卖97个代币 剩下三个代币 它打到黑洞协议里面 销毁了 那么RNFT 它这个里面的板税 是这样的 就是 你 比如说你生成100个代币 你设置板税为3% 那也就是说 你每 你每交易一次代币 那么自然会有3%的代币 回到碎片化发起者 这个地址里 那也就是说 你的交易量越大 或者你在大量的买盘 卖盘出现的时候 你卖的越多 市场流通盘越少 然后碎片化发起人的话语权 就会越大 然后 就是说这样的一种方式 方便就是说 在RNFT上 你只要选择板税的方式 那么这个碎片化 它其实是有个 我们可以理解为长期通缩 就市场的流通盘会越少 所以它的代币的价格 碎片化的代币价格 非常容易拉起来 但是Fractional上 没有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这样的一个 合约上面的功能 那么除此之外 就是RNFT 还有一个 就是比如说 你也可以设置零板税 那设置零板税就不存在 就是说交易有百分之几 到发起者收 那针对这种情况的话 RNFT是不收取协议使用费的 但如果你设置 3%的板税的话 它自然会收取协议使用费 它是强制收取的 你收3%的板税 它会抽 3.5%的协议使用费 比如说 你发行1亿个代币 那么你设置百三的板税 证明就是转3% 转到发起者收 还有3.5%的协议使用费 这个是一次性收取 你发1亿没代币 那乘以3.5% 就是350万没代币 就会被协议收取 但协议收取这个 碎片化代币 它干嘛呢 它不是说直接 给到团队花掉 它是这样 就是它会把这个币 放到一个池子里面 然后呢 给持有 REFT这个平台币的人 一点福利 就比如说你买了RNFT 这时候有个新的 碎片化项目出来了 然后正好它也付了 协议的使用费 那么协议使用费 是碎片化代币 那你只要把平台币 就REFT质押在池子里面 你自然就能获得 这个里面 就REFT这个平台里面 所有的碎片化代币的价值 也就是这个是 也是跟Fraction的一个区别 就是第一个区别 是刚才我讲的 就是Fraction没有版税地址 所以说它发行的代币 它没有这样的一个通缩模式 它代币拉起来 它没有REFT容易 第二个模式 就是说我们针对 这个就是说 不好意思 就是说我们看到 就是说他们这个平台 就是针对这个 针对就是这种 收取版税的项目 它又收取协议使用费 那你拿到协议使用费 它这个平台它不用 它是给到 你质押我自己平台币的这些人 它给到这些人 所以你这个 你从这边你去看 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它这个平台币 实际上是有 跟它业务场景是结合起的 但Fraction它没有发币 所以说你拿到Fraction 有币你也不知道干嘛 对吧 但这一块 就是说你为什么要买REFT 就是你只要有车有REFT 你就可以挖到这个NOD 或者只那你就直接去 去REFT上去 这样子的格子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懂 这个有点绕 比较比范 我我我再问一下 就是这个NOD 它这个币啊 这个发行的这个合约 是RENFT这边的 还是这个 应该不是个人的吧 不是个人 NFT碎片的时候 去写这个 写这个合约吧 是不是这个平台的一个 合约内值内值在里面 对 这欠在里面 那它这个风险的话 就是相当于是平台这边 没风险 合约是可能有风险对吧 它平台合约没风险 它是这样 它是一个自动化合约 就是说 你比如说你设置版税啊 它这个合约 就自动帮你写一个设置版税的合约 那它这边这个挖矿啊 质押这一块 其实也也相当于是 RENFT这个平台里面的 对吧 对 那就是说 这个就是你持有RNFT的话 你你的福利就比较多 你上面的碎片化代币 对吧 你就能持有 那你持有碎片化代币 不是 你能挖到碎片化代币 那就是相当于间接 持有RNFT的这个价值 对吧 而且这些代币RG市场也能卖 而且呢 或者是你直接 参与一些Devite的东西 去压这个挖那个 就玩法会比较多 如果单纯RNFT的话 你没法搞 像Fractional上的玩法 就相对来不少 它这个团队是哪里的 国内的还是国外的 外国 它是个欧洲的 哪里的 它是法国的 看他们介绍 说啥人都有 肯定是有意大利 意大利 它为啥写了意大利 意大利语 日本魔术师 是魔导师 这好玩 大家去直言啊 玩 怕啥问题不 我们抽奖 这会估计人不多 还是得让他们去 就是让他们这些 就是对这种碎片化代币感兴趣的 得让得能参与进 得能玩 就是这样就比较好 对吧 今天的晚了 其实 把这个邀请 后来明天有邀请的人 就是这个买断了以后 然后分完红 我手上的代币就是没有了 对吧 对 你参与分红了 那你肯定要把代币在兑换池里面给人家 它这个很可怕的地方在是什么 我给你举个例子 就比如说这个碎片化代币 然后被买断了 对吧 NFT重铸 那就是重铸着这个时间段嘛 那市场上的其实流通 大量的币 它可能就跑到固定兑换池了 那市场流通就更小 不排除这个庄家 会在这个就拍卖的 buyout的这个时间段去拉盘 你知道 因为流通盘太小了 一拉盘 然后好多人一看 我靠 你这个现在持有代币 比这个就是分红NFT 对吧 这个赚的还要多 大家就去炒币去吧 所以跟你说 这个玩 只要你玩碎片化代币 这些人肯定就是 他们是就是说 他是这些人既懂 怎么去玩NFT 又懂怎么去玩币的一些 所以为什么你看到 这个fractional上面 都是顶级的NFT资产 这原因就是说 这些人他本身 他玩同质化代币 就是他炒币和炒NFT 都很厉害 这两种用户 他重叠了之后 他在fractional上 所以你想想看 fractional目前 他的这个估值 他代币发出来 他的估值可能会 我觉得天花板应该会蛮高的 所以你看paradigm 他们是很聪明的 他们投的项目 都非常具有先锋性 他跟Pantera还不一样 Pantera也投过Coinbase 但Pantera 他们是里面是有中国人 而是中国人相对来说 你看他们投项目 投得非常多 Pantera更有点像 归零项目也投了不少 但是你看paradigm 他们这纯粹是一个 美国的一个 加密货币投资机构 它的体量 是跟Pantera平起平坐的 所以你看他们投的项目不多 但是他们投的项目 先锋性的极强 他们投DYDX 都是一年之前的 一年之前的事情 Uniswap是2019年 你想想看 所以这个就是说 这种东西的玩法什么的 你可以进到 就是你看到 这个人马上来碎片 你可以看 就是说 他有没有给碎片化代币 有没有其他场景的数 你自己去玩 可能会衍生出来 非常会有 所以你就跟Lot是一样的 比如说 就是在座各位 肯定也玩个Lot 你玩Lot的话 让每个Lot 它实际上就是原数据 那在原数据里面 代表的一些特性元素 那假设有人 持有这样的一个Lot 他想做一个游戏 我就给你举个例子 我就这一个Lot 我做一个游戏 里面就是这些内容 或者我做一个漫画 对吧 那他可以把这个Lot 直接进行碎片化 碎片化之后呢 我把这碎片化代币 我放到上面去融一拨钱 然后融到一拨钱之后 我再开始我第二个项目 你觉得这种方式可不可行 我觉得是可行的 对吧 因为你等于把你的Lot的流动性 转移到了你碎片化代币 又从一级市场上融钱了 对吧 我比如我30个以太坊买的Lot 对吧 很顶级的 20个以太坊买的Lot 然后呢 我碎片化了 碎片化之后 我募20个以太坊 我开启我新的项目 对吧 你说这些人愿不愿意呢 那他愿意啊 他持有的是你的Lot的一个份额嘛 对吧 这比直接空气币去募集资金 它来的要快 而且碎片化 你通过碎片化的这个过程 你也看到了 就是NFT的流动性 通过一级市场 这个募集发币 发生碎片化代币 它流动性得到解决 就是我Lot卖不出去 无所谓 我Lot我有大不了 我能做项目 我自己 把它碎片化 我再募20个以太坊 我不赚不赔嘛 对吧 他也可 当然可以募更多 就是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当然你募20个以太坊 就要合理 你可以募100以太坊 对吧 反正碎片化分合 大家觉得你这个Lot 这个NFT值100以太坊 那你就行 所以你看 它这个中间演绳出来 非常非常多的 就跟其实就跟Punko Comic一样 那是16的NFT碎片化 碎片化之后 做了一个新项目 做公平启动 一样 它这个买段最后时间节点 怎么定 还有就是它这个买段平台 是从哪个平台交易 Buyout是这样 就是它还是在ReiFT这个平台 Fractional也是一样的 你知道吧 比如说你是买家 你看这副NFT的这个 Resource price价格是50个BNB 对吧 你就直接点Buyout那个按钮 但你点这个按钮 有个前提条件 它合约会看你的钱包里面 有没有50个BNB 你知道吧 你看啊 所有人都可以点Buyout 你看你点 你如果没有对应的这么多BNB 你是发起不了Buyout 你的浩哥你可以输入一个48个 以太坊 48个BNB 看他能不能发起Buyout 可能发49了 49 你看可不可以 肯定是不行的 余额不足嘛 就没有你钱包里面没有这么多BNB 对吧 你肯定发起不了 也就是说 就是任何一个人 有这个余额 他买断了 就相当于这个已经 已经就是买断结束了 不是 他买断了 他叫买断发起 然后他就进入到拍卖阶段 拍卖他有个倒计时 你在碎片化发起的人 他可以设置这个拍卖倒计时 比如我设置三天 三天你买断50个以太坊 对吧 三天之内没人出价 高过你50个以太坊 那这NFT就归你了 如果还有人高过你50个以太坊 你还得继续出价 往上叫 他这个拍卖平台 也是在这上面吗 也就在这 一次性集成进去 这个挺好玩的吧 然后然后这个拍卖完 不就他的这个50个BNB 就进到固定兑换池了吗 那你谁来兑换 那持有碎片化代币的 这些人进来兑换 不就把这50个BNB分了吗 如果没人买断 那就是一直持续这个模式 对 但是他这个牛逼的地方 就是你的这个 recer price 就是持有碎片化代币 这些人出价 他不但可以往上交 也可以往下交 你知道吗 对 如果我持有 对 如果我持有市场 大部分的碎片化代币 那我就可以把价格往下交 直到把NFT卖掉为止 所以你去看 就是老外他做的这个东西 他的定价什么东西 他全部是市场化的 非常公平 你看过来没有任何的毛病 对吧 极其公平 这个事情 你也想不出来人 有这个逻辑 可以 这可以的 OK 大家理解了 太小妙了 太牛逼了 太牛逼了 这个玩法 其实是目前国人 你们算是比较早一批理解 你也就玩法 就是包括链文上面 装明写项目分析 他们就理解不了 因为他们没有整个玩过一遍 很难讲懂 这个是搞不懂一定 这个能看到这个池子里面质押多少 这个代币了吗 可以 你在那个trader里面都可以看 点击trader trader里面 就可以点击有info 就去看看质押多少 那小项目就少质押 多项目就多质 你看 看那个质押代币 你去看一下那个 浩克你点一下那个 里面有个那个shards pool 点一下那个shards pool 对 你看一下那个狗 现在有质押了多少个 质押了多少个 现在 质押了 我靠 质押23000个RNFT了 23000RNFT了 现在一个价格多少 一个价格应该是个0.2 一块了 光这个作品都质押了2万多个 RNFT 几毛钱还一块钱 这家不是说快量吗 8毛6了 你就算9毛了 9毛了 他这个里面你看啊 除了刚才我们说的那个 就是拍卖和RESERPRESS的机制 你们还要理解一点 比如说平台币质押 你持有这个平台 平台币能干嘛 质押又可以捕获这些代币 而且他的 这个碎片化代币又有通缩特性 这个无数的小盘子 然后能让这个大盘子 撑起来这个大盘 所以他怎么说呢 他这个代币的经济模型是比较完美的 而且它不是纯粹的炒作 它是有 INFT的这个本身的艺术价值拖底 这个跟炒币的逻辑是没那么基础的东西 所以大家也很牛逼 RINFT加这个加这个结合FT这个这个趋势 这个RINFT就是这个平台代币了 平台币吗 对啊 刚刚刚对 刚刚你说那个就是那个Fractional发代币 其实也就是他那边的RINFT了 对吧 对 你理得很对 但他那个币就是他只有治理功能 就对 unit代币是一样 他现在好多 他的那个币没有跟他的实际上 他的那个业务场景 就是说产品化沟 你的你的碎片化的这个代币 就是傻乎想的很清楚 就是我持有你平台币 我能怎么赚钱 对 你不能说我持有 你Fractional发的平台币 你不能说你持有只能投票奥槽 你这么搞笑 对 你像你像这个RINFT 它这里面就增加了一个 你把他的平台币质押在里面 那你就能够不获到这个其他的币 如果你看Fractional这么去做 那很牛逼的 那Fractional里面的币好 那NFD涨了30倍 那个还有一个涨了100多倍 他的平台币不得飞起来 所以呢就是这一点 就是在产品核心层面上 还是有一些区别 模式上面也有一个区别 你们自己也可以在上面碎片化 你自己比如说他碎片化两种方式 就一种是你在第三方平台 你买了NFT 他那个你钱包里面进去 他识别出来啊 你有第三方平台NFT 你可以碎片化 这个还有一种 我看就是在别的地方 还有一种呢就是说 还有一种就是说你直接你就在这个平台上自己创建NFT 自己碎片也行 就两种都可 就他等于是他之后这个平台可以把所有NFT平台的核心资产 都拢到他这个平台里面了 所以他这个东西 说呢你如果说现在牛市没结束啊 那后面我觉得NFT的玩法 他一定玩 怎么去玩 他第二个阶段他一定会到碎片化里面 他就跟传统的金融的发展的过程 他实际上是一样的 他这里对于NFT的价值没有要求是吧 没可能没有没可能没有要求 对 那个Frustion呢 其实Frustion也没有要求 哦 Frustion你玩一圈挺贵的 以太坊那尬字费可不少 是的 你们玩我玩了一圈吗 花了一千多点 你可以刷着空投啊 对啊他不给大家发空投呢 对我们应该有个四五个地址吧 Frustion 可以刷上空投 哎浩哥你想想我们那时候 刷Frustion的地址是啥 倒是寄一寄 到时候说不定还能领点他这个地址 呵呵 你一看Frustion的这个网站啊 就觉得他很磨音 呵呵呵 可以市值我看一下NFD今天交易量多少啊 一个是他这个平台总的碎片化的这个市值 一个是他的交易量 是的 嗯 嗯 今天看不了啊 看着今天的交易量不高今天只有三万多的交易量都快归零了这个币用口 哈哈哈 拉不动啊 他没有 他的 因为NFD他通过Frustion的碎片化 他没有那个就是我们讲的那个叫板税机制嘛 对吧 你交易量越大你筹码越分散你市场流通盘越多 这怎么拉呢拉不起来了 但是NFD上面他的那个板税机制就是你你交易量越大 然后呢市场流通盘按来说越少你卖的越多市场上流通盘也越少 这个就很很很恶心了 呵呵 有点庞氏骗局的意思啊 呵呵 能赚钱就行 我看看现在现在我和现在这个NFD啊 他的那个呃 市值都有这个都有六六百多万美金哦 不值吗一千多万美金 他就最近不是跌下来了吗他最高是到1.2亿美金啊 然后他的这个这个这个呃这个后的 1100 对他的这个币的后的45176人家这个币是绝对不会做那种刷持有人地址的你如果单纯一个项目的就是真实的持有地址是5000多个其实也还是不错的 反正在这场玩的体量都很大每一个人都可以 主要是你这个咱咱退这几度讲啊就是说你说参与到这个碎片化的这个游戏中啊他有几类人我觉得第一类人是创作者 那么呃创作者那么我们也可以理解为策展人 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NFT被其他的人买走了他来碎片化他就变成次了 还有一种是还有一个参与者就是碎片化代币的持有者 那么第三种就是你这个平台的平台币者 你去来分析啊就是说这三类人他分别能获得什么如果能各取所需各自获得自己想获得的东西 那这个平台的经济模型一定非常好你看第一个你看碎片化发起人他能获得什么首先他把他的NFT碎片化了他可以短时间内得到很强的流动性 对吧他可以去卖他可以发项目可以做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说如果是我本身就是NFT的作者我通过做碎片化的时候实际上如果通过社区的一种模式 就是用一个NFT碎片化比如说碎片化一万美国的社区做到了一千人 那他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让他这单幅的NFT的影响力得到最快的这个提升 这是我指的就是说发起人他们获得的第一能赚钱第二他的作品能够拍个高价的天价嘛 就跟加世德拍people一样这个也是天价对吧我我图啥 我图我的作品之前吗对吧我我图一个营销吗 这个是没问题的 然后你现在去看第二类第二第二第二的碎片化代币的持有者 那碎片化代币的持有者是什么第一个我觉得有可能就是你的作品像彭克这样的作品确实太贵了 那太贵了的话那我也比较看好彭克未来的涨幅 那么我持有一部分碎片那我其实也可以博得这个涨幅 那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投机者 那他其实他就觉得哎呀这个彭克现在好多社区做的好大 这碎片化就持有者这么多每天交易量这么大我觉得还能涨还能涨十倍对吧 那他可能就去二级市场做波段去炒对吧 那我觉得就是这是第二种投机他第三种投机第三种人他可能就是 比如说他他是希望持有这个碎片化代币他去做defi去质押去玩什么 纯defi的玩家他不完全投机他介于投机收藏中间对吧 他去看这个质押池的这个收益率他去他去算 那这叫精明的投机者第三种这个持有碎片化 我觉得这三种人都能在碎片化代币这个游戏里找到 找到一个一个自己想去的一个地方 你看最后一种平台币的持有者对吧 那平台币的持有者的话他质押平台币可以获得这个碎片化代币的 那我直接我我长期持有对吧 我我反正我我比如说在低的时候买一点你的碎片化代币 我去追那个更高的我去质押嘛 我去我去我去拿那个更高的这个碎片化代币 对吧他还是配合 就是说你去看这整个这一套经济模型 就是整个的这些参与者之间都能各取所需 那就是一个良好的经济模型 那他就能一直做下去 他本身并不是靠设计一个庞氏骗局 去去去让大家去参与这个游戏 他是真的有用 所以呢就是这一块的话 目前是碎片化代币我觉得算是 就碎片化这个工具啊 他算是NFT里面目前我们看过来 应该是比较能够落地的 而且有实际市场需求的一个方案 那我觉得就是如果你说去做一个NFT的交易市场也好 做一个GameFi的游戏也好 那么这些东西实际上市场上已经比较饱和了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这个这个真的是这个NFT交易市场太多 一个链上面几十个 十几个NFT交易市场 那没有那么多好的NFT供他们去交易 所以一波熊士过来这些交易市场全都得死掉 那么你去看GameFi也是一样的 GameFi就是可视化资金盘嘛 对吧就跟HIS 那么如果是你的收益cover不掉你的持有成本的时候 那这个游戏就崩盘了就没人玩了 那么也是一波熊士也就死掉了 他们实际上就是说他们自己不盈利 就是他整个的游戏的一套机制 你包括你就说NFT交易市场 你说有多少个NFT交易市场实际盈利 我认为OpenSea是最盈利的 他如果还发币 那作为参与者来讲 撒户投资来讲 那你就想一个问题 那他的钱从哪来 那他的钱肯定是从二级市场搁你们这些投资撒户的钱 就是你的钱就是他赚的钱 他赚你的钱 那是庞氏骗局 很多NFT的项目现在其实就是这样 庞氏骗局 那这个东西你就想 你当你想不透它的盈利模式的时候 那他赚的就是你的钱 这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ONC他的目前他的生态 他的商业模式 他的护肠核都是很OK的 那他不用发币 对吧 你说UNISwap为什么发币 UNISwap是那个时候 因为Sushi Sushi发币了 把UNISwap的LP的流动性全给偷走了 对吧 这个UNI也没有想到这一点 因为UNI Pantera他们有投资 Coinbase有投资 对吧 A16Z有投资 那就是他们不着急那么快去 去那个什么 UNI只要做成全世界最大的去中心化交易 我靠交易手续费的分红 我就能 我就我们就够养一个词对了 他其实跟OpenSea是一样的 他不用发币 那是因为Sushi这样做了一个流动性 这个偷他的LP的这种方式 他不得不发币 对吧 那我觉得目前OpenSea的问题也是一样的 就是说 如果市场上有一个足够强的交易 市场能够撼动他的护城河的 撼动他的低位的时候 那我觉得OpenSea发币也是迟到的事了 所以目前他不发币 那就是说白了 就咱说难听见了 就是币安你搞的那个NFT交易市场 对吧 其他的什么火币之前搞的死掉了 OK那个搞的不死不活的 对吧 根本没有办法去撼动OpenSea 好多人那个时候说 哎呀币安你看 你看币安多屌啊 币安就全世界最大的交易者 对吧交易的这个交易的人数 那币安是不是做了做这个NFT的交易市场 那那个OpenSea就得量量 那时候大家觉得OpenSea肯定量了币安做 谁知道呢 你看差距太大了 他完全做不过OpenSea 原因在哪 就是NFT这个东西 他不单单是就是说 不单单是投机 就是真的有外国的人在琢磨NFT的玩法 而且还有一帮圈外的艺术家 或者真正进来 他们就喜欢这个东西 他们喜欢的是你NFT这个 这个他不是说他的升值的潜力 他喜欢这样的一种形式 那币安这个东西做的这个东西 相对上太过于投机了 所以他肯定做不过OpenSea的 币安是一个就所谓 我们叫叫一个计划性计划 OpenSea是一个开放的事情 所以呢就是目前你去横向去看 就是真的你说这个NFT项目能投什么 这个你去思考一下 你看他就是OpenSea 我们也投不上 他就是那种商业模式 或者说代币的通证模型 你能把这个逻辑思考通的 那就你去投就行了 你如果能思考通 即使它是一个资金盘 你发现这个资金盘 你是一个早期的阶段 那也行 就是这样 你如果按照这个逻辑去想 现在其实可投的NFT它并不多 大多数都是投机 但是你像Fraxional他为什么也不发 他不着急啊 他平台自身也是盈利的 他说什么 那我们转一圈 那盖子费能那么高吗 可能中间加了他的那个手机费 把我们以太坊给收到 大概是这样子 看看这个群友们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抱着你 说两句 哎呦辛苦了 哎呀 你这都讲的特别明白 就是现在玩NIT 就是大家调到一个科救里面 要么打新 对吧 要么打新 要么就二级市场去接 我呢 自己是从这个二级市场接接起来 然后慢慢过着打新 过着打新 就过着打新 发现蛮个问题 就是说 Mint的时候太快了 你知道 Claim的时候他的周期太短 往往赶不上 而很多时候 在那个Virtla Sound上面看这个NIT 他都是很快就Mint完了 几千个立马就Mint完了 这个也赶不上 所以呢 就是说 说明什么问题啊 就说明了 第一就是说 如果在你信息不足的时候 你不是项目方的人 对吧 那NIT的东西你很难抢到 你大家都要上班嘛 平常对吧 有正事不可能天天搞的东西 那就是说你抢他的这个 时间成本是那相当的高 那如果就是说 在这个你信息也不足的情况下 对吧 那你就熬夜去盯 那这个大家身体吃不下 那后面呢 比较好的一个就是说 NIT加DeFi的这种模式 那走向一个artify的这个形式 并且是社区化的 这种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啊 你看这个 remt上面这个 比如说这个nod 他这个作品的定价 那完全是社区决定 您看 这好 哎这又涨了 刚才是47.9 那48.45 你看这就是社区定 那当然如果你持币够多的话 你也可以往下来 想 这个就是说 完全是一个盗金字塔型的 啊 一个类似于盗 的一个决定 NIT的一个天花板架 以及地板架的一个防止方法 这个一定是一个后面的一个趋势 其实你看这个那中国嘛 对吧 九几年 李克冉大家知道吗 李克冉 给那个毛主席画像 画一些红色题材的那个山水作品啊什么的 他当时那一张画 200人民币 当时200也不少了 你知道他09年拍那个那个万山横殿那个作品 那拍了2000多万人民币 对吧 那你说那东西跟李克冉有啥关系 那根本没关系 因为那时候永保债已经给他200人民币买断了 200呢那时候能干啥 200的那时候能买半头猪 就这么一个就这么一个情况 那所以说呢 那时候是一个我们讲计划经济的一个实战 对吧 那艺术品也是这样 龙头挂头给买断 然后高价一炒 那有很多的问题 那走到现在呢 完全是一个社区化定价 对吧 你再看九几年 99年到00年 那时候艺术市场就繁荣起来 啊 艺术市场是比较繁荣的 各种那个资产证券化 对吧 我们知道这个今年20 今年2.21年了 20 8年 那时候 大家不是艺术圈了 可能不知道啊 那时候国内 起来很多很多的这个艺术资产正经化的公司 比如艺术品抵押 艺术品借贷 这个完全是跟现实社会中的一个走向 是一样的 只不过在这个我们讲加密领域 或者NFT领域 或者也有人称为是B圈这个领域 会把这个时间缩短 啊 认知难度变高 其实如果你单纯的 用一个点上看这个碎片的话 或者DeFi加IT等于R5这个形式 来讲这个认知门口太高了 但你从历史的角度看 它的认知门口并不高 只不过以史为鉴 你按按部就班一步一步去踩 早期做一个价值投资 这个价值投资者啊 这就好了 啊 与时间做朋友 这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东西 我认为 大家还有啥问题呢 我觉得今天讲的这么多可以 可够消化一下了 这个是有点有点门卡 因为妈的我们光在这上面 发学费花了好多钱 研究这个研究了很久很久 也花了不少钱了 其实啊就咱国内人啊 你说你说 你说 我刚刚也想说那个什么 你说这个现在门卡也是挺高的是吧 它是要在仪态上 对 它有两个门卡 是吗 第一个门卡 就是说你的这个 呃 花销门卡 对吧 没没笔盖子片 你赶上gasware的时候 卧槽 那那妈的 你成本直接就上了好几十优味 直接加好几十优味 那吃不消 对不对 咱是务实一点讲 那么第二个人只成本 这上面的逻辑啊 你不花钱的话 你不在上面跑两圈 亏个几百块钱的话 我说是美金啊 你是跑不明白的 这个东西 大概这两个门卡 啊 就是说 其实玩NFT 咱咱龟齐来说 说龟齐来给他 还是得跟老外玩 这个不是说咱中国人不行了 是某种意义上 咱这个艺术市场啊 证券市场 啊 又上金融市场 这个方式的话 都是西方的哪一套 这个自己不服不行 这个真的不服不行 玩这个咱俩前沿一点 你看玩discord 对吧 玩discord 我也不会玩 但我现在配置的这个频道就是配置的很好 我一天就学会配置 我完全是一个电脑 就是说那个 电脑盲区啊 现在机器人用的什么的 都用的还挺溜的 就这这个大家就是不会 你也得玩 这没办法 你就是不会也得玩 正证明你不会它难 它才有玩的价值 隔微信群里面搞不成 TJ上面脱口太多 太多 真是 哎 感觉大家才是投机居多 就想着今天低价买个啥 明天赶紧卖了 就感觉大家都是这种 对 我觉得我觉得是这样的 大家 我刚才想的就是投机嘛 但是我听完那个这个这个兄弟说完这个 我就特别明白了 就是 呃我想说一下 就是 如果说我是一个玩家 我我比如说买 呃一万个这个NOD 我拿五千个去做抵押 比如说拿五千个去做那个抵押 那个池子里面比如说有五万个 然后这个这个画被 呃五十个这个 BnB买断了 那我就能得到五个这个 BnB 然后我这五千个也就没了 对吧 然后我还剩五千个这个 NOD 是这个意思吧 对 大概比例还是再算一下 大概是对的 你可以这么玩 对 你看这就是符合刚才讲的双轨结构 对吧 NFT涨价了 趴买断了BiOT 你获得 你因为你质押进去了 你获得一位分红 剩下B一半 你没质押进去 你等待它的价值 你持有它 啊 做一个holder 那你就要从这个 呃 FT上面 获得一个价值 这个才是 artify后面的最重要一个东西 所以 所以 因为朋友们可能也之前听过那个 呃 我之前的一些讲的东西啊 我我我不是 因为之前在微信里嘛 不是特别敢讲有些东西 但是因为啥你也知道 就是说 artify这东西只能潜尝折止 我就讲到哪只能就讲到那了 但现在可以放开讲了 因为以后就玩了discord 有价值东西还能不能就得在discord上 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啊 就这么一个情况 哈哈哈 谢谢 那现在啊对 那晚上回去搞一下那个 搞一下那个 Ot质押的那个 对 有个教程 有教程 发权利了一些 对 那刚才我记得好像也说了一句 在这个之前是要搞一点那个rnfp吗 还是 怎么着呢 在那个rnfp平台上 随便买一点就可以了 是吗 你去那个baby上买嘛 对吧 Domaniql 啊 baby上可以买对吧 我问查查啊 我刚才怎么买啊 对 我没没玩过这个啊 嗯 这个 好啊 看我的 鼠标面一下 刚刚跟朋友在外面喝酒 这边这一边一边喝一边听 顿顿顿顿的 有一些错过了 对 其实可以直接买 你直接买nod 然后 试一下它那个 就是出价啊 各种各样的玩法 你就明白了 嗯 你买 买一点点 买 因为它那个现在很便宜 买个0.05个bmb 也就几十e 然后呢 你试一下 还是能看到 你买 你就 它那个钱包一进去 你就可以对它进行出价了 然后这个作品买断之后 你又可以拿到生活 然后在飞碧上 对 nod 最后还有其他的NFT的空头 它会面向有持币地址 比如说你持有多少个 它可以做一个快照 然后就给大家空头一些好玩的NFT 都是有可能 是持RFT还是持NOD 这两个我还 还是这样 你持有RNFT呢 它是可以通过质押RNFT挖到NOD 对吧 但是如果是 如果是你想直接玩NOD的话 那你直接就不用质押 因为质押期内 它 你得质押那么长时间才能获得 对吧 你还不如直接去买NOD 那你买NOD 就相当于持有碎片化代币 对吧 你说说碎片化代币的话 这个NOD的项目双 比如说后面做NFT的空头 它会面向这些地址进行空头 然后之后开些DeFi的池子 什么的 你也可以质押NOD 去挖其他的币 比如说这个就比较好玩 okok 这个懂了 它这个币后面会有 这个DeFi质押挖矿吗 会有的 他那个 我看他那一样已经撕去 马上到家了 搞一个玩一下 对反正你们要购入这个INFT的话 留在BABY上面 买点 okok 去里面都有教程 可以可以可以 大概就是就这样 对回去消化一下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对我把这个链接也发全力 把这个录屏这个东西 回头操作了有问题 再在全力问吧 辛苦大佬了啊 好嘞 也是大佬 那我先吓一下 家里有人生病了 我这 咱们今天先到这呗 我也 成 好嘞 兄弟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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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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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